我們也看到 剛才也看到習近平慷慨激昂的講話 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中共歷來是用很強硬的這種聲調來向台灣喊話 這個一、二十年來已經是慣例 大家可以想想看當初吳怡在聯合國的會議上說誰管你們台灣 然後想一想這個朱中基講話 臉上的那個線條的舞動其實還遠遠超過習近平 所以我倒不認為說他這次講話有特別的強硬的事情的含義 我們當然不排除由於這個美中台三角關係中 現在台灣的地位那麼確實是有提升 但是我認為首先我要講就是環球時報的言論 其實不具有任何的參考價值 他們基本上是起到另外的一種作用 但是我總體來講我不認為短期內 中共確實是要以實質的手段來回應美台關係的提升 正是因為短期內他們不可能用真正實質性手段回應 所以才更需要在聲音上提高自己的音量 表現得更為強猛來安撫國內的音派 所以我倒一直認為說海峽兩岸能不能保持一個和平穩定 我們也其實完全不用看中共表面的那種用詞是不是更強硬 而是看他說真正的 其實台灣國安方面一定有掌握相關資訊 包括軍隊的配置啊 內部的動員啊 這些具體的手段有沒有 目前來看據我們知道應該還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恐怕就是虛張聲勢而已 嗯 嗯